还在喝茶呀 正好 感动我的人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看来几位夫人 是将本王妃的话 当作耳旁风了 既然如此 那么我也不介意 让几位夫人 对我的印象再深刻一些 你这么做 不怕王爷怪罪吗 我们若是将你的恶行 告诉了王爷 你看王爷 还能不能容你在府里 如此的兴奉阻牢 这算是在威胁他吗 你们的王爷 在你们心里 那是仙一样的人物 对别人未必是 我季清雪 不需要在意别人的想法 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我自己痛快就行 王妃果真是率性而为惯了 王爷 妾身 不知做错了何事 竟然王妃 如此对待 你看 刚才妾身 与几位妹妹喝茶 喝得好好的 王妃一来 二话没说 就用滚烫的茶水 泼了我们一身 妾身 实在是冤枉 那女子努力表演着 看向季清雪的眼里 还带了一丝得意 叫你 嚣张 看王爷这次 怎么收拾你